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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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烟龙经过刚才处理伤势一个短暂的一个调整了 上来之后这个进攻越发凶猛 第二季比赛结束 身体的因为身体的惯性会冲撞在一起这么一种情况 所以我觉得对于王烟龙和原田显雾来说 一定要注意双方身体冲撞时 这个头部对自己的脖落之类的撞击 刚才王烟龙在后手进逼的时候 又一次用自己的脸头撞到了原田显雾的这个下巴 我觉得每一次两个人的这种近身的搏战 都是两块石头碰在一起的感觉 是的 卯足了全身的力量 再一次转身后白 今天王烟龙武术当中的这个低嗓 刚才那一拳只是破坏了一下重 本场比赛同放射 字幕志愿者 杨栈彩